学习古人智慧 追求功成名就 创造职场风云 穿越古今上班咯 人与人相处 沟通是很重要的 我们从小到大的各个场合 从你的家庭开始 去学校读书上课 一直到毕业后进入职场工作 我们都需要跟人来沟通 要倾听别人的意见 如果只是单方面表达意见 并不算良好的沟通 必须要了解双方的需求 一来一往才是真正的沟通 所以仔细倾听对方的需求 也是沟通的技巧 我们先来听一下状况剧 待会再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如何养成倾听的习惯 萱萱你还好吗 一整个早上都看你脸臭臭的 谁惹你不开心 就一堆人很烦 今天早上我们活动小组开会 讨论下个月的音乐会活动 我们组长就只会叫大家赶快想节目要怎么设计 也不给意见 只赶着要成品 要不然就是打枪我们的点子 只要是他不喜欢的就挑三拣四的 完全不听我们的想法 真的是很难相处 我记得这个活动案 好像是他去提案的 那严格来说就是要他全程参与 所有计划内容都他最清楚 对啊 每次提案的功劳都是他的 开会讨论的时候又不听大家的意见 真的是很难沟通 跟他一组好累哦 难怪之前跟他同组过的组员 都很不喜欢跟他一起工作 超级不受欢迎的 这样听起来他真的做人蛮失败的 虽然很有才华 可是如果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 不听别人的想法 一起共识真的蛮累的 而且啊 其实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听听我们的想法 至少尊重一下我们绞尽脑汁 想出来的点子嘛 就算没有采用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再讨论哪里需要改进 可是现在带头的不听我们的意见 就算我们有再多的idea 也只是空想而已 现在只是想要赶快完成这次的活动 下回啊 就不要再跟他同一组了啦 哎哎哎哎 喜怒喜怒 哎中午休息的时间 不要为了这件事情气坏了 哎走吧 我前几天有发现一间超好吃的餐厅 我带你去吃 吃完你的心情就会变好了 小杰 还是你最好了 每次都听我倒垃圾 这样骂一骂 我的心情啊 真的有比较好一点嘞 那当然 我垃圾车的封号不是叫假的 而且我其实早上就很想赖你 问你到底怎么了 但是想一想觉得你好像还在气头上 所以才想说中午休息的时间 再来关心你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哦 还好啊 你中午才来问我 如果你早上就来问我的话 我一定会找你出气哦 好啦我们赶快去吃饭了 肚子好饿哦 我们每天都在听人说话 也常常发表高见 其实真正有魅力的人啊 竟然是善于倾听的 听也有听的技巧哦 好的倾听习惯 可以让双方的沟通更融洽 也可以促进职场的人际关系 待会我们就来听听 当孔子遇上哈佛 系列丛书的作者 经典达人李克明先生 有什么秘诀要传授给大家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